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今天的网上讲座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呢 是如何选择最佳的企业结构 那我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大部分听众已经知道我 已经认识我了,对我比较熟悉了 我名字叫Brenda 然后呢,我是Impact Taxation and Financial Services 这个夸记师事务所的主要负责人 我呢,也把我们的联系方式都放在这里了 如果讲座结束以后呢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 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好,那再进入到具体内容之前呢 有两点我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点就是我们做这个讲座的目的呢 主要是给大家提供基本信息 只是供您参考的 如果您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企业 那一定要找一个专业人士咨询一下 找一个注册的税务师或会计师 然后给您咨询一下 有具体的信息呢 您需要的话可以和我们联系 另外呢,第二点我要提到的就是 这个讲座呢,结束之后 我们会把录像视频上传到网上 那保护您的隐私呢 如果您需要在讲座中问问题的话 请不要提供您的任何个人信息 那在讲座中提问的时候 两种方式 一种呢,就是可以在 它有一个chatbox 就是可以把您的问题 直接从键盘上敲进去 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看到 其他人不会看到您的信息的 如果您要是讲话 讲出来的话 别人会听到您的个人信息的 OK,所以要注意 OK,那我们现在进入到具体的内容 在澳洲呢 比较普通的企业构成方式 英文叫business structure 企业构成方式有四种 当然说了构成方式不止局限 这四种 其他的还有一些 但是呢,我只是把最普遍的企业形式 企业构成方式放在这里 第一个呢,是家庭信托 然后公司合伙 还有个体经营 其他的呢,还有比如说像 Unitrust 中文呢,就叫单位信托 然后呢,还有 比如说像 Self-Mani Superfund 就是自己管理的这种 养老金 有这种形式 那其他的企业构成方式呢 如果大家有些问题的话 也可以下面跟我单独联系 在这里呢,我们 只是介绍一下最普遍的 企业构成方式 好,那当我们在提到选择企业结构的时候呢 一般有两大方面的考虑 第一大方面呢,就是 哪一种企业结构可以帮我把纳税金额降低 降低到对地的程度 或者能帮我省税省到最大程度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的方面呢,就是能够 我可以用这个企业结构来帮我规避风险 保护我的资产 这是两大方面应该考虑到的 那我们就说在 就是这一个屏幕上面呢 我们只要看一下 这四种不同的企业结构 还有他们的纳税方式 是怎么纳税的 第一个呢,个体经营 个体经营呢 因为它不是单独的法人 所以基本上个体经营 如果你有营业所得 那这个盈利的部分呢 是增加到你的个人的其他收入 按个人的边际税率拿税 然后上到个人的边际税率来拿税 合伙人呢 有点类似个体经营 但是呢,合伙人因为是两个人 或者几个人一起来办企业嘛 那就是最后的这个 比如一年的这个合伙企业里面的收入 分给这几个合伙人 那合伙人各自收到了收入以后 按他们各自的边际税率来拿税 就是也是放在个人的头上去拿税 就从合伙企业里面 分得的利润放在个人头上来拿税 公司呢 就是如果是营业额在 50个million以上的大公司 那就是30%来拿税 如果要是小公司呢 是27.5% 这个呢就是 是固定税率 公司的税率都是固定的 就是说一旦确定下来就不变 它不是说像个人的税率那样 因为个人税率是你 如果工资比较高的话 收入比较高的话 你的税率是随着你收入金额的增高 而增加的吗 对吧 但是公司的税率定下来的话 不管这个公司的 就是盈利金额有多少 只要它的营业额 在税局的这个规定之内 50个million以下的话 那就按照小公司的税率来 来保税来交税 2020年的税率 小公司税率是27.5% 2021年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讲座的时候呢 现在其实是因为是7月份嘛 2020年7月份 那其实已经是2021年的财务年多了 2021年的财务年多呢 是26% 那明年下一个财年的 这个小公司的税率是25% 所以税局就是一直在降低小公司的税率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然后呢 第四个家庭信托 家庭信托呢 就是在澳洲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形式 因为家庭信托里的收入 尤其是家庭企业 家庭企业 从家庭信托里面的收入 是可以分给家庭成员的来合理避税 那我们刚才提到 在澳洲因为从个人的税率来讲的话 你的收入越多 就是纳税的百分比就越高 对吧 那如果你的收入可以分给几个家庭成员来纳税的话 那总体的纳税金额肯定是会减少的 对吧 所以家庭信托 如果你运用好的话 会帮这个家庭企业可以省很多税 那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 你的家庭信托收入是六万块钱吧 那一个人上税的话 肯定要上个一两万块钱 对吧 那如果你把这六万块钱 比如说有四个家庭成员 那他都是没有其他收入的 只是从这个家庭信托里面有收入 那分给四个人平均 一个人是一万五 那大家有可能知道 在澳洲 一万八千二以下是免税的 那每个人收到一万五就不用交税 所以那这样一家人一起 就可以把这个家庭信托里面 拿到的这个收入就完全给省掉了 OK 那好 那我们下面呢 再看一下 不同的企业结构 对资产保护方面有什么不同 个体经营是比较有风险的 因为他不是独立的法人 所以个体有点像中文的意思 就是个体户了 这个企业里面的财产和私人资产 是没有分离的 是连在一起的 那为什么会有风险呢 那比如说如果有人经营的企业 可能被顾客起诉了 可能因为产品或者服务的问题 起诉了以后呢 那他这个企业里面资产就是他的个人资产 所以如果要是说被起诉了 他又被法庭判赔款要赔给这个客户 比如说一定金额 那这个就是接受赔款的这一方 胜诉方你的客户 是可以进到你的个人资产里面 去拿到他这个赔款的金额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会进入到你的个人的房产呢 车子呀 其他的私人资产 那他都是可以要求理赔的 这是个体经营 所以是比较有风险的 非常有风险的 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合伙经营 合伙经营呢比个体经营风险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呢 他类似个体经营啊 企业资产和私人资产是没有分离的 因为合伙企业也不是独立的法人 他也不是独立法人 所以呢 这个企业的财产和私人资产是没有分离的 另外更有风险的一点呢 是合伙人分开 并且共同对企业的债务负责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一个合伙企业 比如说三个人吧 那其中一个人呢 可能有一个贷款 他以合伙企业的名义 和第三方有一个贷款啊 说我们通过用这个企业来借一笔钱 那另外两个人呢 可能完全不知情 可能都不知道 那这个借款的人呢 他可能比如说过后过世了 或者呢 携款逃跑了 那就算是这样 那另外这两个合伙人 还是要承担连带责任 就说这个情况有的时候 就是就是风险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债务已经产生了 但是他们的合伙人之一产生的 但是他们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而且呢 这个连带责任 因为企业资产和私人资产没有分离 那这个连带责任 是可以延伸到他们的个人资产的 所以合伙人是非常高风险的一种企业结构 OK 那下面的是公司 公司呢 比较好的一点啊 就是从资产保库上面来说 它是独立的 分开的独立法人 那这个意义就是说 在公司下面的财产 只属于公司 所以企业财产和私人财产 是完全分开的 这个是 这是关键点啊 就是说很多人 如果他觉得自己的企业 比较有风险的话 那可以建立公司来保护 他的个人资产 那我 另外有需要注意的一点啊 在这个下面 那公司的董事 在破产交易 或者企业公司欠税 就是尤其是欠这个税局的 这个 它叫代扣代缴的所夺税啊 或者呢 拖欠员工养老金 那英文就是叫 Superannuation Superguarantee 那是雇主一定要帮员工 要交的一个养老金的金额 是他收入的9.5%啊 这个是法律规定 雇主一定要交的 那这些 这些金额 如果他 这个公司董事 就是这个director 如果他有 这些有欠费的话 那他有可能需要承担个人责任 那只有在这些情况下啊 那在破产交易的时候呢 破产交易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在这个公司董事 他明知 这个企业已经自不抵债的时候 他还去跟第三方有交易 比如说 就是需要去购买他们的原材料啊 然后呢 可能去购买他的服务啊 那他又明知道过后 他拿到了这些产品或者服务之后 又可能付不起这些钱 那他就属于是破产交易 就是他明知自不抵债的情况下 还去产生这些交易 那就属于破产交易 那这些呢 就是一定程度上呢 其实是属于非法行为了啊 所以呢 那公司董事 他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主要的管理人 那他是需要承担个人责任的 只有在这些情况下 那这个呢 在最近的这个 因为新冠肺炎嘛 在澳洲 尤其在破产交易上面 他对公司董事 是有一些宽限的政策 只是在新冠肺炎的这个当中 有一些临时的政策 因为很多企业 经营上面都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呢 这个如果有些人需要一些细节的话 可以和我们单独联系 那下面一个企业形式呢 是家庭信托 家庭信托呢 这个呢 首先企业不是独立的法人 他不是独立的法人 但是呢 由于这个受益人 他不直接拥有企业财产 那也是有利于私产保护的 那家庭信托呢 他这个企业形式比较复杂 所以呢 我大致的给大家在这里介绍一下 家庭信托呢 他英文叫family trust 或者叫discretionary trust 就是 主要是应于家庭企业 然后家庭成员可以分担这个盈利 然后从而呢 全家人一起能够把纳税金额降低 那在这个家庭信托里面呢 有几个概念吧 就是比较关键的概念 大家就是先记住 然后就比较好理解了 就下面我们也要介绍到 家庭信托 有更多的信息 家庭信托里面概念呢 非常关键的一个文件 叫trusted 它呢就有点像家庭信托 有点像一个协议啊 我可以叫它一个家庭信托协议 它是一个文件 非常关键的文件 是规定 就是说以后呢 这个家庭信托是怎么运营的 运营安排 还有这个企业盈利怎么样来分摊 这个是一个文件 叫trusted 另外呢 一个关键的概念是trustee 英文叫trustee 它呢 中文的叫受托人 就基本上它就是这个家庭信托的主要管理人了 主要管理人 那就是叫受托人 家庭信托的受托人 它呢 就是说家庭信托呢 如果要是说一个家庭 比如它经营企业 或者有投资一些资产 那它会把它的财产 都转移到这个家庭信托里面 然后呢 委托这个受托人 帮助他管理这个企业 或者管理在这个下面的资产 那这个受托人的位置是非常关键的 那还有一个概念呢 叫受益人 那就是受托人管理这个企业 管理这个资产 然后呢 这个资产一定一样 就是在每年有收益的时候 最后这些就是利润 是要分给受益人的 受益人呢 就都是家庭成员 只要他是家庭的成员 他就可以被列为受益人 去接受这个一部分的利润 所以这几个概念 比较关键的两个概念 如果你能记住的话 一个是受托人 受托人是这个家庭信托的管理人 有点像经理一样的 然后呢 受益人是家庭信托 就是主要是家庭成员 他可以接收这个企业 或者这个投资的这个利润 OK 那在家庭信托里面呢 在一些情况下 这个受托人 可能需要对企业的债务 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那你在建这个结构的时候呢 一定要考虑受托人这个位置 非常关键 那他的名下是不是有很多财产呢 那如果他的财产比较多的话 他又需要对企业债务负责任 那他名下的财产就是有奉献的 对吧 那这个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呢 来保护这个受托人的这个位置的资产呢 是使用公司作为受托人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公司是分开的独立法人 那你可以建立一个公司 然后呢 用这个公司来取代自然人 来作为公司 这个家庭信托的受托人 然后来管理这个这个家庭信托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在这个公司里面 又没有任何资产 那就算有人对这个家庭信托 有起诉的情况下 那他们追溯到这个受托人的这个位置啊 因为里面这个分开的这个公司 那个公司又没有任何资产 那他们只能就停到这个最后一步了 他没法再去追溯其他的 其他人了啊 就基本上是这样 有一些非常个别的情况 也有可能 到我们回头也要提到啊 就是在家庭破裂的时候 有些情况啊 但是嗯 就是比较特殊了 特殊的情况 所以家庭信托呢 其实对资产保护 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那相对那个 比如说公司和家庭信托 这两种企业形式 相对于个体或者合伙 他肯定是在资产保护上 是更有用事的 好 OK 那咱们现在呢 分开就是把每一种 就是企业结构的 好处和坏处都分开的列一下 这样您有一个更加清楚的一个理解 那首先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个体经营 就有点像个体户的这样的啊 那它的好处呢 就是非常的容易建立 您也可以自己去申请ABN 基本上把自己的个人一些信息啊 就是输到那个ABR的网站上 就可以自己申请 这个是完全是免费的 在澳洲这个非常简单 那如果您就算找会计师去帮您建 那价格也不贵 有的人可能 有的会计师可能收几十块钱 有的可能收一百块钱 那平常呢 会计师帮您作战或者退税 因为它的形式比较简单 只是您个人报税的一部分 所以它收费呢 也会较低 比较低到 比其他的那个企业结构 然后呢 它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结构非常简单 另外呢 在个体经营这个企业里面呢 如果投资资产 在12个月以上 那增值税是有50%的折扣的 那这个呢 主要是比较常见的 有投资房 你是放在个体经营 其实基本上就跟个人买投资房 放在自己头上是一样的 如果你投资房 从买到卖的时间 在12个月以上 那增值税是有50%的折扣的 算增值税的时候 另外呢 就是如果这个企业 满足非商业损失的条件 英文叫Non-Commercial Loss Rule 满足这些条件的时候呢 是可以用亏损金额 降低其他收入的 这个主要是因为 个体经营这种企业形式 和个人是不是分开的 因为它不是独立的法人 所以呢 如果这个企业里面 有损失的话 那当然说要满足税局的条件 那满足条件的时候呢 是可以用亏损来降低 就是这个业主的其他收入的 因为有些情况下 业主除了这个个体经营的 这里面的收入 它可能还有其他收入 比如说可能有投资房 投资房的收入很高 或者可能有另一份的 固定工作 是有工资收入的 那有可能从这个企业里面 个体经营的企业里面 如果有损失的话 是可以降低其他收入的 从而呢 可以降低整体的纳税金额 这个是个体经营的好处 那坏处呢 就是我们刚才也有提到的 它不是分开的独立法人 所以呢 私人资产和企业资产 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风险非常高 然后呢 而且它从纳税上来说 它是按照个人的编辑税率 来纳税 那如果这个个体经营企业里面的 利润非常高的话 那个人交税的时候 那最高现在是45% 加上2%的这个medicare levy 就是从这个医疗税 2% 那加在一起就是47% 那如果你的个体经营的企业 非常好的话 就是利润非常高的话 那你的个人的 那你的税率 有可能会非常非常高 OK 另外呢 它的合理避税的方法 也不是很多 或者也不灵活 因为它 主要是 有些情况 比如说 当你这个企业和个人 可以分开的时候 你可以把自己作为 就是像director 他也是 就是比如说董事 他也是 就是这个业主 那他可以把自己 如果是公司形式的话 他可以把自己作为员工 作为一个雇员一样来看待 那这样的话 就会有一些员工津贴啊 有一些从形式所得税的一些 就是免税的项目啊 他是可以享受的 但是个体经营呢 因为他不可能形成这个关系啊 就是雇主和员工的关系 因为他不是独立的法人 你的企业就是你自己 所以他不可能有这个员工和雇主的关系 那合理逼税的方法呢 就就不是很多 或者也不是很灵活 这是个体经营 那合伙人呢 他的好处呢 也是相对容易建立 那合伙人基本上 你几个人凑在一起 就可以成立一个合伙人了 基本上也非常简单 然后呢 你也可以有一个 就是协议 叫合伙协议 然后这个合伙协议呢 也不是说是法律要求 必须要有的 所以就说 当然说一般建议是一定要有 刚才我们提到 它的风险非常大 所以如果又 风险非常高 又没有合伙协议 那一旦有什么纠纷发生的时候 那就会非常麻烦 又没有一个具体的文件 去规范 就是当你在有纠纷的时候 应该来怎么操作 那就会非常麻烦 所以如果你在没办法的情况下 一定要建一个合伙企业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合伙协议 然后呢 那另外呢 就是通过合伙呢 合伙人是可以分摊盈利的 那就可以降低 所有合伙人总体的纳税金额 那不像soul trader 因为刚才我说的 个体经营 他只是一个人嘛 所以就没有人帮这个 一个人来分摊盈利 合伙人是可以的 所以是他的一个好处 另外呢 合伙人跟个体经营的企业 类似的 如果资产在12个月以上 是有增值税 50%的折扣的 那也同样也类似于 个体经营 如果满足非常有损失的条件 可以用合伙人里面 合伙里面的这个亏损金额 降低其他收入 他的坏数呢 就是高风险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另外呢 就是如果再增加 或者减少合伙人的时候 是非常复杂的 那他会设计增值税 然后下面计算 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就有点像一个合伙 你先把它停掉 关掉 然后呢 再开另外一个 那中间会有增值税啊 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他就会增加这个 如果比如说一个企业 你想把一部分的 这个所有的业主 这个这个所有权转让的话 那合伙是非 就是比较复杂的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公司 那公司的好处呢 独立法人 有利于资产保护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另外公司呢 就是有两种方式啊 如果你比如说 投资建立公司的时候呢 那可以成为股东 股东呢 那你的一开始的投入呢 就是股东的股权金额 股权投资金额 然后这个公司建立以后呢 那其他的人 或者有些人 也可以往这个公司里贷款啊 提供贷款 那这个呢 就是属于债务 属于就是第三方的债务 那股东风险呢 它只局限于 最初的股权投资金额 那在欧洲 多少钱 投资可以建立一个公司呢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一块钱 一块澳币啊 你可以就 你就可以放进去啊 当然说你最后 建立以后 公司运营 你可能也要 往里面投钱 但是最初的股权金额 投资 一块钱 就可以建立公司 是这样的 当然说 一般情况下呢 比较常见的是 大家放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然后可能分成不同的 就是多少个share 多少个那个 就是一份额 可能一百个份额 这样变以后来分 OK 那公司另外的好处呢 就是它顺利是固定的 之前我们有提到了 就不会说 因为公司的利润增加 这个税率变化 所以这个呢 就其实 等一下我们也提到 其实 是可以 利用这个 来 整个有一个税务的计划 就是把这个整体的税务降低 那这个呢 可以通过工资支出 或者股通分红的方式 来分摊收入 那就比如说 如果有人建立一个公司 那可以通过这个公司 给自己发工资 如果自己是股持董事的话 那给自己发工资 那比较常见的呢 或者说 我们有的时候 也跟客户提到 那当你这个 这个个人的税率 和公司的税率 来比较的话 一般情况下 37,000 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数字 那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给自己 发37,000的工资 在个人报税的这块呢 你的37,000以下 因为税率是19% 超过37,000是32.5% 当然说这个是 不包含这个 就是Medicare Levy 就是这个医疗税 这个基础上的 那所以说呢 你在37,000以下的收入 是肯定要低于 公司的这个固定税率的 公司的固定税率 去年 去年上一个财务年度 是27.5%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你在给自己付37,000以下的工资 最高的个人税率是19% 所以这个 当然说的是你个人能负担的情况下 有些人可能需要更 就是更多的工资 可能会有贷款 就是个人花销也会比较高 那就是另外的一个考虑 OK 所以呢 有些情况下是可以用工资支出 来分摊收入的 或者有时候家庭成员 比如说呢 有些时候这个 可能夫妻两个人 可能老公是业主 也可以雇佣老婆 来在这个企业里面工作 那根据小时数呢 可以给这个老婆开一个工资 那这个呢 也是可以放在这个 有点像就是利润分摊了 这个也可以帮助这个公司 来省税 分到这个不同的人的头上 把这个利润 OK 那另外的公司呢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它可以通过员工津贴的形式 或者呢 通过形式所得税的一些免税项目 来降低纳税金额 因为它是独立的法人 所以呢 业主是可以把自己视作 是员工 是员工的一部分 所以可以通过这些方式 来降低纳税金额 那另外呢 公司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啊 就是它的盈利 是可以留在公司里的 留在公司里 那你先付一个 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公司税 然后呢 放在里面 在未来年度呢 可以公司 公司啊 或者分空的形式 再付给业主 那这个呢 是作为公司来说 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那其他三种 三种企业形式啊 刚才我们提到的 都没有这一点 都没有这个灵活性啊 我们等一下介绍 你家庭信托的时候 也会介绍到 所以公司是有这个灵活性的 就盈利可以先留在这个企业里面 然后在以后年度再拿出来 嗯 那就是说有些情况 假设哈 比如说你 你的公司利润非常高 有一年非常高 你就先交公司税 先把盈利放在那里 那你给自己付一个三万七的公司 假设啊 那明年 你可能 就是 自己去 就是休假了 一年就收入很少 那你就 你就再把这个钱从公司拿出来 比如说你就拿出来 那一万八 那一万八低于这个事物额度嘛 那就完全不用上税 你就可以 每年比如说拿出一万八 拿出多少钱来 那就就是把这个 呃 个人的工资这部分 我分分开分摊到几年 那就可以减税的啊 这个是这样 呃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公司在 呃 股权转让方面 公司所有权转让方面 也是非常有灵活性的 因为呃 如果要说 比如说有人想加入这个公司的话 可以成 想成为这个公司的所有人一部分 那你就可以销售股权嘛 给这个人 那呃 就可以吸收更多的业主 嗯 呃 所以非常灵活啊 啊 另外呢 就是说 如果是非家庭成员 他也是可以通过购买股权成为业主 这一点呢 就是非常灵活 那刚才我们 呃 等一下我们提到家庭信托的时候 家庭信托是没有这个灵活性的 因为只能是家庭成员 啊 呃 OK 那公司有什么划处呢 那就是他的建立成本 还有日常会计做账的费用会比较高 因为他整体的运营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呢 涉及政府的一些规定也会比较多 呃 那对这个专业人士的要求 就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啊 比那个就是像呃 个体啊 像合伙啊 这些方面 呃 然后呢 呃 他的报税的过程也会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所以呢 那平常呃 会计师的收费也会比较高 建立成本呢 公司因为需要在 ESIC 就是呃 这个是政府部门了 澳洲的政府部门 他是一个管理机构 主要管理这些有有限责任公司啊 或者公司啊 这种形式的 那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呢 要给ESIC给交差不多五百五百块钱吧 就是这个是建立成本 另外还要交给会计师 他们的建立成本啊 所以建立成本也会比较高 呃 另外呢 就是公司的董事 就是这个director 呃 刚才我们提到了 他对破产交易 养老金呢 还有所得税相关的一些债务 他是有连带责任的 可能会延伸到他的个人资产 呃 呃 另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董事呃 或者家庭成员 他有工资收入的时候 一定需要交养老金 99.5%的养老金 另外呢 如果呃 他的工资金额超过一定额度 那他需要有工商保险 啊 需要有工商保险 那这个举例来说的话 在新南威尔市 如果是呃 包括董事的这个所有的用工资 超过了7500 一年啊 这是一年的额度 那他一定 这个企业一定要有工商保险 英文叫workers come insurance 啊 工商保险 必须要有的 如果没有的话 政府查到就会有罚款 所以这个呃 是公司形式 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嗯 另外呢 就是呃 公公司的资产投资 是没有增值税折扣的 那这个呢 是也是公司的相对来说 其他几种不同的企业形式啊 是呃 比较不灵活的一方面 从税税务上来说啊 因为其他几个 就是呃 个体啊 合伙啊 还有这个家庭信托 都是有折扣的 那只有公司 如果你的资产放在公司里面 投资资产 就算在里面超过了12个月 那也是没有这个50%的增值税折扣的 啊 OK 这个就是公司了 嗯 那我们下面看一下家庭信托 家庭信托的好处呢 就是更好的资产保护 呃 那我们刚才也大致提到了 如果要 尤其是用公司的形式 作为受托人 并且受托公司里面 没有任何资产的时候 那企业被起诉的时候 那第三方 就算能拿到赔款的时候 他在追溯赔款的时候 只能 就是停止在 受托公司这块了 因为里面没有任何资产 OK 他就没有别的办法 这是一般情况下 嗯 另外呢 家庭信托可以动过 多个家庭成员来 共同分摊收入 来降低纳税金额 嗯 另外呢 也有可能可以通过员工津贴 或者行使所得税的 这些美税项目 来降低纳税金额 另外 如果持有资产12个月以上 受益人 是可以享受50%的 增值税折扣的 嗯 另外的家庭信托 有一个非常非常灵活的一方面 就是说 他叫 英文的叫streaming income streaming 那 当这个家庭信托里面 有增值税 或者股东减税分红 英文叫front dividends 那他可以选择一部分受益人 来领取这一部分的受益 那我来举个例子来说吧 比如说 假设在家庭信托里面 有一套房产 那这个房产呢 又放在里面 比如说 12个月以上吧 不管是不是12个月以上吧 那这个房产呢 可能会有一个增值 那比如说增值是 1万块钱吧 那这1万块钱 是怎么分呢 你可以先挑那些 以前有这个增 叫资产亏损吧 就是以前比如他 或者有股票 或者有房子 他卖掉的时候 是亏损的 这种资产 减值的这种资产亏损 这些人 那比如说有一个人 受益人的一个 其中一个 他之前有一个5000块钱的亏损 这个就是资产的这个亏损 那就可以先把这1万块钱呢 先优先付给这个人 然后呢 剩下的钱再分给其他人 那这个呢 就是是其他的企业形式都没有的 这个是非常灵活的 那这个另外 Franc Dividend 那这个呢 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家庭信托里面 有股票投资的话 有的时候会收到分红吗 那这个分红里面呢 就是这个 以前的公司 如果交过税的话 那这个税呢 是可以退回来的 然后在受益人 拿到这个分红的时候 这个分红它上面 已经交过的税 是可以拿回来的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 然后有些人在Telstra里面 可能有一些 就是分红 那Telstra呢 已经付过的税 它付完了税 用它的 就是税后的收入 来做分红 那它交过的一些税 在受益人 拿到这个钱的时候 是可以退回来的 那这个也是有 可以有选择的 你可以选择 哪些受益人 过去领取这个 税务的这个退款 这个就是 下面也比较复杂 可能下面的理论 那有些人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单独联系 所以这个是 它叫Streaming 就是可以选择 部分的受益人来领取 尤其是像增值税 和这个股东分红的情况下 另外家庭信托呢 应用的非常广泛的一件 是用来保护 弱势家庭成员 那有些时候呢 因为它主要是 把资产或者 这个企业放在 一个这个家庭信托的 形式里面 然后呢 用一个 就是管理人的形式 来管理 然后把这个 里面的收益 转给受益人 所以呢 在有些情况下 所以呢 这样受益人 它其实是 没有直接的 所有人的权利的 没有所有权啊 对这个 这个家庭信托里面的资产 或者企业 那 就说怎么样来保护 若是家庭成员呢 我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 就是 一对夫妇吧 他可能有几个孩子 其中可能有的孩子 就是有 有问题 比如说 可能酗酒 或者可能有 就是 有吸毒啊 就是有毒品的 这个问题 那 这些人呢 就是 那家长可能就会 比较担心了 如果以后有什么 问题的话 那我们出现什么问题 那谁来照顾 这些家庭成员 因为如果 他对这个 家庭企业啊 或者这个 家庭信托里的财产 如果有所有权的话 那非常 显而易见 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他们拿到这个钱 会怎么样去操作啊 所以那他 对他以后 长期的收入来源 那怎么办呢 怎么来保护他们呢 所以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用 家庭信托的形式 那委托 这个受托人 能不能阶段性的 比如说 一周 或者每两周 每个月 有点像发工资一样的 来给这些 弱势家庭成员 去给他一个 就是 长期的一个收入 规律的 并且长期的一个收入 那可以保证他 以后的生活来源 不受影响 这个是 就是举一个例子了 就是有这种可能 那 另外呢 就是说 我在那个注意 这下面添了两条 就刚才也提到几点了 就是 受托人 如果是公司的话 那可以为资产 提供进一步的保护 那 最近呢 是前几年吧 因为在 就是那个家庭法院 叫Family Court 就是有一个新的 新的案例 那在案例里面呢 就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了 那一般情况下 在之前 家庭信托 有点像 就是 非常保险的一种方式了 没有人可以去 延伸到 这个家庭信托里的资产 那在离婚财产纠纷的时候 因为这个案例发生了 就有可能可以延伸到 家庭信托的资产了 就现在是有这种可能的 所以就是大家知道就行了 家庭信托 它本身 还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来保护资产 但是呢 就是大家知道 在有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 有可能 还是可以延伸到 里面的资产的 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 家庭信托的坏处呢 那就是建立成本 和日常会计 做账费用比较高 那这个 因为它的设立成本呢 设立是比较复杂的 必须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另外平常做账啊 还有一些税务啊 各种各方面的法律法规 也会设计比较多 所以它的费用会比较高 那另外呢 家庭信托非常非常不灵活的一方面 就是它的税务亏损 是不能分给受益人的 那我们刚才介绍到 呃 就是个体和合伙的 这种企业形式 那我们说 税务亏损 在满足税局条件的情况下 是可以分给受益人 呃 分给这个业主的 那如果呢 这个业主 他有其他的收入的话 是可以 呃 当然说满足条件的情况下 可以用这个企业的亏损 来降低其他的收入 从而降低他整体的纳税金额 那这个家庭信托 是没有这个灵活性的啊 然后公司呢 其实也是没有的啊 这个公司和家庭信托 他如果有亏损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 他只能延伸到未来年度 去呃 降低以后在企业内部的盈利 基本是这样的 嗯 那另外家庭信托呢 他的盈利必须在当年全部分给受益人 那他不能呃 把盈利留在企业当中 呃 刚才我们在介绍公司的时候提到 盈利是可以留在公司里的 公司可以付完 公司税以后 然后盈利留在公司里面 家庭信托没有这个灵活性 那如果你也想留在这个企业中的话 那要按最高编辑税率上交所得税 那最高编辑税率是多少呢 现在45% 啊 所以你要 那那税率就非常高了 所以要一定要全都分给受益人 嗯 那另外呢 就是说呃 在家庭信托里面 如果有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低于18岁 他如果你给未成年人分红 那不能超过416% 如果超过的话呢 那最高这个税率可能可以达到66% 那基本在417到1000多块钱吧 好像1037啊 差不多啊 1000多块钱的这个 这个额度 那在这个区间 这个税率是66% 啊 那么超过了呢 超过了1000多块钱 那是按照最高 编辑税率上税 呃 所以一般情况下 给未成年人分红 不会超过416% 呃 那呃 另外呢 就是他没有直接的业主 所有权 呃 就说因为就算是家庭 啊 家庭这个成员 他也没有对这里面的 这个 财产 是没有直接的业主的所有权的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是非家庭成员的话 他很难 呃 进入这个家庭企业 你不能说 比如说像公司那样 你可以直接 卖给一个非家庭成员 一部分的这个股份啊 啊 那这个呃 新的这个业主 就可以加入 加入加入公司 作为一部分业主 家庭信托呃 基本没有可能 或者非 基本没有可能 那就是说除了你成为家庭的一部分啊 成为家庭的一部分 那另外的家庭信托 如果在家庭发生纠纷的时候 会增加企业运营的复杂性 嗯 这个也是一点 有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就是管理人啊 可能有几个 那在呃 怎么就是处理这个 或者说呃 最后这个受益人应该拿到多少啊 从这个家庭信托里面 那可能会有纠纷 那家庭发生纠纷的时候会 运营运营会非常复杂 嗯 这个是家庭信托 OK 下面是问答事件 我刚才看了一下呢 好像大家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先继续进行到下一部分 呃 如果大家回头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和我们联系 OK 那呃 刚才介绍了这几种单一结构啊 单一结构 呃 就是有时 有些时候呢 企业结构是可以组合运用的 呃 然后呢 就可以把一些呃 优势啊 劣势啊 把优势更加强化 把劣势呢 可以减少啊 嗯 那我这里就举几个例子吧 那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 家庭信托 和公司啊 就是联合在一起 那呃呃 最高的这一层呢 就是家庭信托 就是你先建一个家庭信托 那下面呢 会有不同的受益人 可能有自然人 受益人 那也可以有公司 那在有公司 作为受益人的情况下呢 如果你在家庭信托 有一些呃收入的时候 你可以把一部分收入 去给这个受益人公司 然后先放在那里了啊 当然说他也可以提供更多的资产保护 资产保护 因为有不同的形式嘛 那你家庭信托本身 他就可以帮助保护资产 那你当你把这个钱发出来以后啊 发给受益人 放在这个公司里面 那因为公司又是独立的法人 那当然说这一部分就更 就是有另一层的保护了 嗯 那从呃税务上来说呢 那你可以先把这个钱 先放在这个公司里面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家庭信托 它的钱一定要是 就是这个这个利益 一定要分出来 如果分不出来的话 放在家庭信托里面 要按照最高额度付此多税 啊 那分出来以后呢 就就放在受益人公司里面 那先交公司税 呃这个呢 就是说呃呃 呃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公司税的额度嘛 如果是受益人公司 他收到的是呃 完全是投资收入 那这个税率是30%啊 刚才我们提到的27.5 只是这个企业 营运性的企业 它是27.5% 如果他只是收到投资收入的话 那是30% 所以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呢 那比如说家庭信托有收入 那他可以有一部分呃 这个利益盈利啊 是放在这个受益人公司里面 那交30%的 这个固定税率 就是这个公司税 那剩下的钱呢 就可以先放在这个公司里面 嗯 那这个可以在未来年度 再从这个公司来分出来啊 就是那这个受益人公司 那你在建的时候也要建好 啊 然后确保这个呃 下面的这个呃 就是所有人都是谁啊 这些所有人可以从这个公司来收分红 嗯 OK 然后在未来年度来收到这个呃 公司 从公司来的这个这个 这个收益 啊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呃 收入来分摊到未来年度了 嗯 OK 那呃 这个呢 就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一点啊 就是税局呢 有一个叫7A法案啊 英文叫Division 7A 那这里呢 就是说 如果他的就是理论其实有点复杂啊 但是比较简单来说的话呢 就是当呃 一般情况下在家庭信托里面啊 呃 业主呢 是倾向于把这个钱 就算他说是 哎 已经分给这个受益人了 但是他还是倾向于把这个钱 放在企业里面 尤其是他可能有一些运营资金呢 他还需要这个钱 但是如果呢 他有受益人公司的话 他说 哎 我分给这受益人公司这个钱了 他的钱 一定要转到这个公司的账户 而如果他这个钱转不过去的话 那有可能会 会有这个设计7A法案的一些规定 那如果 在 就说 嗯 一定 一定期限啊 这个钱没有转出来 那可能会需要交一个 利息的费用 那按照税局要求的这个这个 这个利率了 来交一个利息的费用 那这个呢 可能就是 不是说很灵活的一方面啊 就是我 我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就提到 哦 另外呢 呃 就是这个是第二个例子了 这些就是形式都比较复杂 所以在 当然说了 就是他是会对你的整体 就是资产保护啊 或者税啊 减少这个呢 水金额是有帮助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 如果呃 你不是说非要建立一个就不同的这种 呃 更加复杂的结构的时候呢 呃 还是需要避免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哈 因为你每加一个新的企业结构 你就增加了一个首先设立费用 还有就是呃 会计会计师和税务师的费用 所以当然说你还是要尽量避免的 当然说你如果说在一种情况下 哎你觉得就是呃建立的同时 你又可以理解这种形式 又有一个好的会计师来帮你的话 那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但是也是要注意就是里面那些费用的问题 还有复杂性的问题啊 那第二个例子呢 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呃公司 还有这个家庭信托 那也是两个呃联合起来一起运用 那首先是先建立一个公司 那公司是优先首先建立的啊 然后呢在公司下面呢设立一个呃信托 哦呃那在这里呢 哦我这个忘了翻译成中文了 但是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啊 就是说这个呃那右边这个图 最上面这个先建立的是一个公司 那下面的呢 这些这些就是是股东啊 第一个股东也是自然人 第二个股东是自然人 那第三个呢 就是家庭信托啊 是一个family trust 那这种形式有什么好处呢 那当然说也是更多的资产保护 那因为这不管是company 呃这个公司或者家庭信托 他都是会在下面资产是有保护的啊 那另外呢呃你如果比如说有从这个公司里面有收入了 你可以转移部分到这个家庭信托 然后通过家庭信托里面 然后通过家庭信托再分给受益人 这样的话呢这个公司一部分收入 还是可以通过家庭成员来分摊的啊 那这个呢就是说你一开始建立的时候 建立公司的时候一定要确定好 因为你的股东是确定的嘛 就是一开始是确定的啊 那就是呃百分之多少是给这个家庭信托的 然后你分红的时候要给他的固定的百分币 嗯那这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呃这个你如果有资产投资是放在这个公司里面的话 那是不享受增值税折扣的 这个我们之前提到了啊 所以一定要注意 那呃呃 如果这个投资产在这个公司 就最先开始建立这个公司里面 那你也不能选择部分受益人 接受这个呃 资产增值或者减税分红 那这个我们也刚才提到了 因为这个只能是从呃 在家庭信托里面直接付出来的啊 从付给受益人的 那才可以有这个呃 就是选择部分受益人来接受这个资产增值 或者减税分红这个啊 那这个就只是举个例子了啊 就两个例子 那呃呃 有其他可能更复杂的形式 呃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合伙人的形式啊 合伙人风险非常非常高 那有些情况呢 有些人又希望有合伙人的形式啊 来建立一个合伙合伙的企业 那你有没有可能 各自建立一个其他的企业形式 那然后呢 用这个新的企业形式去加入合伙呢 嗯 比如说两个人他想合伙 那可以各自建立自己的公司啊 然后再加入这个这个合伙人的 这个建立这个企业啊 那在最上面的是这个合伙人 但是各自的 这个合伙呢 合伙人是公司或者家庭信托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他也是有一些优势的啊 就是说也是可以保护资产的啊 也是有他的灵活性的啊 基本是这样 所以呢 那这个企业结构子和运用 是可以有非常多的形式的 但是他越复杂 那一定要 就是一定要理解啊 就是找一个好的税务实 来帮助你理解这个形式 因为你的层次越多 那涉及的税务呢 就是规范就会越多 嗯 那你可能这方面的费用就会更多 嗯 那而且呢 税务税局有有一个规定啊 叫他叫POD IVA 就是他基本上呢 理论就是说 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呃 唯一的好处是呃 帮帮助你降低纳税 那没有其他的好处 啊 所以如果你在 就是把这个结结构变得非常复杂的同时 你自己可能都有点混乱了 然后如果税务一查 哎 你其实就是想通过不同的渠道 来来减税 那也是会有问题的啊 如果这是唯一的目的的话 那也有问题 好 嗯 嗯 那下面呢 我再介绍一下个人服务收入 为什么要介绍一下个人服务收入呢 是因为 如果你的收入设计个人服务收入的情况下 那收入是完全不可以分摊的 哦 那什么是个人服务收入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 那就是 当你的50%的收入 啊 50%以上的收入 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而获得的 那努力包括什么呢 有你的劳动 还有技能或者专长 那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吧 我是会计师啊 也是税务师 那百分百的我的收入 其实是通过我个人的努力啊 就是我自己的收入 个人努力技能或者专长来获得的 那我肯定 会计师事务所肯定是有个人服务收入的 啊 那基本是这样 那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到个人服务收入呢 我我举个例子 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为什么税局要这样一个规定 那比如说啊 那我自己举例子吧 那我呢 呃 比如说 其实呢 只是有一个雇主 啊我去呃 比如说我百分百的时间都都会为一个雇主服务 但是呢 我把我这个雇主呢 叫做我的客户 啊就是一个客户了 我只有一个客户 然后我百分百的时间都是给这一个客户来服务的 啊 那就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我可能 哎 我想办法我自己省税 那我跟这个客户哈 或者说其实是实际一样的雇主 那我跟他说 你能不能呃 不要直接把你把我的收入付给我作为工资收入付给我 你能不能呃 我给你开发票啊 啊 然后呢你付给我的公司里面 付到我的公司里面 那我用我的公司形式来接受这个收入 所谓我公司的收入 嗯 然后呢那可不会这样操作呢 那我算用公司 比如说哎 我可能挣了多少钱 比如说10万块钱 啊一年 那我只给自己付三万七的工资 那我只交那个最高19%的那个编辑水率 或者21%啊 加上那个医疗的那个2% 那然后剩下的钱呢 我就放到公司里去交公司水 可不可以这样操作呢 那答案肯定是不可以的 因为税局不可能允许你啊 用一种方式来降低你的工资上的所得税 所以这个是主要原因啊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为什么税局要一个个人服务收入的规定在这里 那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呢 其实从实际意义上来说 呃它的本质其实是工资收入 那你其实是不可能 不能把这部分收入去呃 给别人或者给给家庭成员 或者给别人来帮助你分摊收入的 这个是这个的主要目的啊 呃OK 那现在大家可能就对这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了 那在这个下面里还有几个不同的措施 那你再看到什么就先看一下啊 因为在设计的网站上面呢 也有一个就是一个列表啊 就是一步一步的操作 你如果一个测试不满足了 你可以试一个下一个测试 如果几个测试到最后完全都不满足了 那你才是不能通过这个这个测试 如果你不能通过的情况下 那你完全不能把这部分收入放到你的企业形式里面 就不管你呃选择任何一种企业形式 那个体其实可以的啊 因为个体你完全也是要放在个人头上来付税 那其他的企业形式就不可以了 因为都涉及呃 其他人可以帮你分摊收入 所以一旦你这些测试呢通不过的话 不能通过的话 那你完全不能把你的收入放到你的企业形式里面 呃通过企业形式来呃和其他的家庭成员 或者其他人来分摊你的收入来减税 啊OK那都有什么测试呢 那当你确定你肯定是有个人服务收入的情况下 那有几个测试 那那下面这个第一个测试呢叫结果测试 那就是说呃如果你看到你所有的这个收入里面呢 那最低15%的个人收入要达到下面这些要求啊 呃这个要求呢第一个是必须要达到具体结果以后才能获得 那我也拿我们我们的会计师事务所举个例子吧 那比如说我们肯定是有个人服务收入的 那结果测试呢那百分之百我们的个人收入 那必须要达到具体结果因为我们比如说帮您报税啊 税表一定要要做好了然后交到税局 然后您或者是呃最后要收收到退款了 或者是可能需要一个结果需要交税了 那这个都是一个结果嘛 那达到具体结果以后我们我们这个收入才是可以拿到的啊 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自己提供工具和设备 那我们作为快捷师事务事务所 我们有自己的啊呃就是我有自己的电脑啊 自己的打印机那工具设备呢是自己提供的 那第三点发生错误的时候要自己负担纠正错误产生的费用 那比如说如果哈有些情况下 哎可能填数填错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需要自己来承担 承担这个错误产生的费用的 那所以呢那如果你呃来看到我们快捷师事务所的这个一个一个方式啊 那肯定结果测试我们是满足的 那这个测试我们就通过了啊 那那呃看我这个我们这个企业的时候呢 那我们基本上到这块A测试就通过了 我就不需要再看其他测试了 那我们就可以呃 因为我们的现在快捷师事务所是一个公司的形式嘛 那所谓公司的形式我们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 啊就可以用其他的人来其实可以分摊的 好 那如果你不满足这些条件呢 那再继续往下走 那下面有一个百分之八十规则测试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来自任何一个客户 还有这个客户的关联方的收入比例 一定要低于百分之八十 那像我刚刚刚就是一开始 呃讲这个客户收入出去的例子 如果我作为作为一个会计 完全是受雇于啊 百分之百是来自一个客户的 啊或者他的关联方 那我肯定就不能满足这个测试了啊 因为呃如果你选择就是找出一个客户来 是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啊 所以呢那我就不能 如果说我百分百的收入是来自这个 一个客户的 那我就不能满足这个测试 啊那这是第二个测试了 那如果这个测试我再不满足的话 那还要看一下其他的测试 其他测试都包括什么呢 那就是非关联方的客户测试 那你的服务一定要面对公众 不是说只是针对一两个客户的 或者说是你的亲戚朋友 就是一两个 一定要面对公众 另外还有员工测试 就说呢你你下面有员工啊 可能有员工 就是你分包至少百分之二十的主要业务 去给这个员工或者给这个分包的这个 另外一个可能小企业吧 OK 少百分之二十 另外还有一个工作工作场所的测试 那你这个工作场所呢 一定要主要用于个人的服务收入 另外呢一定要有你专用 就是你不能是和别人一块共享的 比如说一个办公室 周一我来用周二你来用 那这样的话就不是说是你专用的一个场所 而且这个场所呢一定要和你的个人住所分开 就完全分开的 你不能说 那我比如说我把我的车库分出来 我就用车库作为我的办公室 那不可以的 如果你也住在那里 那这个是就是不能满足这个工作场所测试的 另外呢 他也必须要和客户或者关联方的场所分开 那就比如说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如果我说话题是百分百的收入都从这个客户来了 一个客户来的 那我呢又完全去他的那个办公室去工作 完全去在他的场所里面工作 那我肯定是不能满足这个工作场所测试的 对吧 所以那这几个测试呢 就是一步一步都走完了走到最后 如果你完全任何一个测试都不能满足 都不能满足的话 那你的个人服务收入就是完全是个人服务收入了 如果你走过这个测试以后呢 就是满足或者通过了其中一个测试的 那你的这个就是公司或者你的企业就属于个人服务企业 那个人服务企业的这个收入呢 是可以分摊的 就是基本这样一个概念 好 那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呢 我在这里大致的介绍一下吧 因为有些客户经常会问 那我有我的投资房有很多收入啊 我有没有可能把投资房放在其他的企业形式里面 来帮我减税呢 那我在这里大致的介绍一下 如果你把投资房放在不同的企业形式里面啊 会有什么影响啊 如果你这个投资房的业主如果是个人或者合伙的话 那他的好处呢 就是呃可以用税务亏损降低其他收入 那我们之前也介绍了 呃因为这个个个体呢或者合伙这种形式 他不是独立的法人啊 基本是和自己的其他收入是连在一起的 那如果呃 基本上呢 如果有税务亏损的话 是可以用来降低其他收入的 另外呢就是12个月以上 如果你拿这个资产从买卖时间上来算的话 超过12个月是有增值50%的折扣啊 坏处呢就是说 你这个收入不能和业主其他 业主以外的其他人分担啊 他也没有资产保护嗯 就如果是个人和合伙的话 那家庭信托呢 他的好处 如果你把投资房放在这个里面 就是家庭如果要是投资房有很多收入的话 如果有很多收入的话 那这个收入你是可以分摊到 不同的收益人头上的啊 来减税 另外呢也有资产保护 可以保护这个资产 呃增值税也是有折扣的 超过12个月啊 然后呢另外他的增值部分 你可以优先选择 以前有资本损失的受益人 那他的坏处呢 就是不能分担这个税务亏损 就是投资房大部分人呢 买这投资房的时候呢 都是税务亏损 那你可以用这个投资房的亏损 来去抵掉或者降低你其他的收入 来降低纳税金额 那家庭信托 如果你的投资房在家庭信托里面 还有是税务亏损 那你没有别的办法 这个税务亏损拿不出来 只能放在家庭信托里面 去抵未来的家庭信托自身的收入 啊所以这个是不灵活的 非常不灵活的一方面 那如果投资房放在公司里呢 那他的好处呢就是固定的税率 那也有资产保护 嗯他的税率就是公司税嘛 刚才提到的 另外因为公司是独立的法人 肯定是有资产保护的 那他坏处呢就是不能分配税务亏损 啊这也是公司的一部分 啊那也没有增值折扣 alright ok那这个就是投资房了啊 呃那我刚才看了一下也没有 大家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继续到下一个部分啊 那呃我呢也列在这里 就是23个问题在你注册企业结构之前 需要考虑的因素 然后尤其是如果你的企业结构 会比较复杂的话 你一定要考虑到的 那首先第一点呢 呃就是家庭都包括哪些成员 或者有有相关的企业 那你要看一下这些 嗯家庭生在第二点第三点也提到了 他呃不同的成员和企业都有哪些资产和负债 那你在都了解这些情况以后 你就会更好的去设置啊 怎么样保护这些成员的资产 如果有资产的话 如果有债务的话 你怎么样把这些成员分开啊 跟其他有资产的成员或者企业分开 从而来规避风险 那第四点呢就是说 哪些成员可以成为这个主要负责人 或者关键人 那这个涉及的问题呢有两点了 一个是要看他的下面的资产和债务了 刚才提到的 如果比如说像公司的董事 他有有些特殊情况 也还是需要负责的啊 那还有你受托人啊 就是呃家庭行动的受托人 在一些情况下也是有有连带责任的啊 对这个下面的资产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要考虑了 他下面的资产和债务啊 是不是适合他来做这些呃主要负责人 另外第二点你想要考虑的就是说 他们是不是呃 需要来自同一家庭 那如果要说所有的这些呃业主啊 所有的或者未来的收益人 从这企业可以有益处的收到这个呃利润的 这这些人如果都来自同一家庭的话 那呃可能家庭信托是比较理想的一个企业形式 那如果呢未来的就是主要的投资人呢 可能来自不同的家庭 然后他呢也希望有这个业主的 有这个企业的所有权 那这样的话可能比如说像公司 或者像这种这种形式 或者呃呃之前我大致提到的一点啊 可能像单位叫Unit Trust 就是叫单位信托 那这种形式呢 因为他非常容易把这个呃业主的一部分啊 所有权的一部分转给新的业主啊 那这个可能就形式更更好一些 嗯 ok 那第五个问题的就是家庭成员是否希望有新企业的所有权 那家庭信托刚才提到了呃 呃家庭成员他只是受益人 他没有这个企业的所有权 所以如果有些情况下 家庭成员又希望是有所有权的话呢 那家庭信托也是不合适的 有可能公司 比如说他有一部分的股份 那他会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企业的所有权啊 那第六点 那是我是否存在个人服务收入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那在这些问题里面呢 每一个问题都涉及很多不同的方面啊 我只是大致跟大家过一遍 所以如果你有些问题不太理解的话呢 呃一定要找一个专业人士啊 把这些问题一起过一遍帮你啊 这样的话你有一个更深的理解 啊 那咱们再继续 第七个问题是否就要注册GST 那在澳洲呢 如果你的营业额啊 就是销售额了 在七万五以上是一定 法律规定一定要注册GST 另外呢如果 呃就是是提供那个出租车呀 还有像Uber啊这种 或者像国内那种类似BD 啊就是这种服务的啊 用车服务的那一定要注册GST 就不管你的销售额是多少 那这个是法律规定 呃有些情况下呢 你可能也希望注册GST 虽然没有达到七万五 比如说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出口 出口比较多的 他可能在澳洲购买原材料 然后呢出口到其他国家 那在购买原材料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GST金额是可以退回来的 啊然后出口的时候呢 又不需要叫GST 所以这样的话他肯定是有优势的啊 就算他出口的这个销售金额 是低于七万五的 他有可能也是希望注册GST 就是这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啊 嗯 那第八点呢就是 新企业是否包含很多资产 那如果涉及很多资产的时候呢 呃一般情况下 有些时候你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公司 比如说一个公司呢 是专门作为营运 营运这个企业啊 一个公司呢是放进这个资产的啊 是来拿这个资产的 那你可以用这个营运企业呢 来去租赁这个另外这个企业里面的资产 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资产 因为它是在一个不同的企业形式下面 就是有资产保护的 那如果这个营运企业有问题的话呢 它也不会涉及到这个这个资产 那这也是一种形式了啊 就可以考虑到的形式 那可以保护就是更更多一层的保护 就是企业资产 嗯 那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了啊 嗯 那第九点新企业是如何融资的 那是通过贷款融资呢 还是资本融资 那它的涉及的就是呃 所有权呢 还有底下的风险呢 都是不一样的 贷款融资呢 这个就是借款人 他是没有所有权的 他只是把钱借给这个企业啊 然后呢 这个企业会给他付一个利息的呃 利息的费用 然后他这个借款人呢 会有一个就是借出这个这个贷款的人 他会有一个就是利息收入啊 那这个呃 资本融资呢 他是有业主啊 就是就是一开始的这个投资了 投资的这个股东了 他是属于资本融资 那这个股东投进去的钱呢 就属于资本融资了 他是有所有权的 他是有所有权的 嗯 另外呢 就是嗯 他的那个收入呢 是股是股股东分红的收入 所以这两个 从呃 所有权上来说 从风险上来说 都是不一样的 贷款融资呢 如果这个公司倒闭了 就算到最后破产的情况下 他还还可以追缴 他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贷款的金额的啊 呃 资本融资呢 如果这个公司倒闭了 那他是放在最后 就是说他的这个 放进去的资本 这部分 是放在最后 当这个企业呢 把其他这些签款啊 呃员工的工资啊 其他的 就是呃 第三方的签款 都还完了 那最后 如果还有钱的话 才会还回这个 就是这个股东这部分啊 所以他的设计的风险 也是不一样的啊 ok 这是第九点 那企业的业务 第十点啊 企业的业务本身存在哪些风险呢 那这个呢 你需要考虑的因素 就是说 嗯 有些比如说像高风险的企业啊 有些呃 特殊的企业 那他可能就不希望采用个体或者呢 这个合伙的形式 因为这个这些风险就比较高 有可能被客户啊 呃 就是起诉的可能性比较大 哦 那这种这种时候呢 那就呃 最好不要应用这个个体或者合伙的形式来建立 那你选择公司或者呃 这个呃 家庭信托可能会有更多的保护 那当然说了这个企业结构只是一个方面了 呃 那业主在就是当你看到你自己的业务 有风险的情况下呃 一定要有保险 那保险应该是低层你也需要考虑到的因素啊 保险呢在澳洲有几种啊 比较常见的 那如果你就是有呃 产品啊 有产品的时候 英文叫 product product liability insurance 那叫产品保险 就是如果你产品发生问题的时候呢 你是可以有保险的 那如果你提供的是一些就是服务 或者一些像专业专业服务啊 专业咨询的这种服务 比如像管理师啊 水务务师啊 这种像我们都是有一种保险 叫 professional indemnity insurance 那它属于这个咨询企业的这种咨询保险啊 呃就是专业人士的保险 那还有就是呃就是如果你的办公室 有些人可能会经常来啊 会来到你的办公室 那如果他们如果有摔伤啊 有呃就是呃有些问题啊 比如在你的这个办公室里面有些问题 那你可以有一个叫 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 那属于就是对对外的啊 有些人如果到你的这个呃工作场所发生问题的时候 那他们如果伤到了啊啊 呃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呃就是去赔付的啊 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所以呢保险是非常重要的 那企业结构会给你更进一步的保护 嗯但是不要忘记保险 嗯好另外还有保险提到的 如果有雇佣员工的时候 包括就是懂事雇佣自己的时候啊 就业主如果也是懂事的话 他是也有一个雇佣关系啊 那一定要有就是员工保险 我刚才提到的啊员工保险 那如果员工发生问题了啊 就是我被伤到了 那也是呃可以有这个员工保险 的OK那第十一个问题 就是企业的收入预计会有多少 那如果你的收入比如说呃很低啊 不是很多比如说一两万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你也不想直接就进入到比如说像公司啊 或者像呃就是这种家庭信托这种形式啊 因为他的就是费用是非常高的 设立费用和营运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那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呃先用一个个体户的形式啊 先建立 当然说了这个只是嗯看你的收入有多少 那你要综合考虑如果风险非常高的话 啊你可能想一开始啊就从从一块钱的营运 你可能也希望用一个企业形式来规避你的风险 嗯那只是说你再考虑一下 综合考虑一下如果呃收入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啊 风险又比较低那可能可以考虑先呃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啊 先建一个个体户的形式个体呃企业的形式 那第十二个问题 那您或者家庭成员是否会从企业中提款呢 那这个呢就是比如说像呃个体户啊像这种形式 它是因为是没有分开的嘛就是个人和企业是没有分开的 那你随时是可以从这个企业里面提款的啊或者甚至银行账户都不用分开建立啊 你可以企业的收入其实是可以从你个人的银行账户里面来收的啊 呃那如果要是说呃比如说嗯如果要是公司的话那其实不可以的啊 公司比如说有那个规定叫Division 7a或者叫呃7a的一个法案啊 呃那他如果你随便的就是从这个企业里面就是呃那个呃拿钱的话啊 或者有转账的话那一定就只能用两种方式你可以取得收入 一个是工资还有一个是呃股东分红 那你不可能就随便的从这个公司里面把钱转出来 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涉及那个7a法案里面的规定啊 这个是这样啊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企业是否可能产生亏损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些企业形式亏损如果满足税局的要求 是可以去降低业主的其他收入来免税的啊 比如说像合体啊像这个合伙是可以的啊 然后呢有些企业形式就是不可以的啊 那所以你要先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年度产生亏损啊 那第14个是家庭成员是否可能产生未来的其他亏损啊 可以用来减少从企业获取的收益 那这个呢也是你需要考虑的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如果家庭信托 那你可能给一些家庭成员可以给他收益多一点啊 那他如果有其他的亏损 那他可以用这个收益来抵他其他的亏损 那如果有些其他的企业形式可能就没有这个灵活性啊 那是这样 第15个 那企业负责人会因为企业运营而经常出差吗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有的时候有一些像员工的津贴啊 就是差旅费 那如果要是说有这个员工和雇主的关系的时候 那这个企业负责人出差 他作为员工的情况下是可以拿这个差旅费的啊 或者这个津贴补助的出差补助 那如果像这个个体户 那这个就就不可以的啊 所以那从税务上来说 有一些这个就是操作就不是那么灵活了 就个体户的形式啊 那第16个问题啊 企业在未来有新业主加盟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那有一些企业形式呢 新业主加盟会更容易啊 如果像比如说家庭信托 那又有在非家庭成员 就是如果想加入的话 那就不太灵活就非常不灵活了啊 那如果公司的话就会非常灵活 因为你就销售一部分股份就可以了啊 第17个 那就是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中之一啊 离开或者过世的情况下入口运作 那有一些情况非常复杂啊 就说的主要是转让这个所有权的时候啊 那那你可能会考虑一下哪一种 呃就是铁形式会更容易把这个就所有权转让给其他人 或者你也知道他本身是怎么运作的啊 那第18个是主要负责人或其他人员会成为企业的员工吗 那这个也是要考虑就是有一些连带的人士啊 如果能够成为企业员工的话 那会设计一些相对工资上面的有一些费用 比如说像呃就是所得税啊 那个要带口带脚啊 需要交养劳金啊员工这个顾商保险啊 像这些一定要满足啊满足这个条件 嗯好我们再看一下那第16个问题呢 就是有没有做企业的策划案 企业策划案呢有些时候如果你有一个预测啊 未来几年这个企业可能会发生什么 或者你的目标是怎么操作的 那如果你有一个企业策划案的话呢 你在考虑这个企业结构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帮助的啊 你可以看到你的企业的发展方向是那个方向 那这里也会有帮助的那第20项呢是主要负责人 会不会优先考虑养老金 那这个呢主要就是说呃 其实17年啊这个政策已经变了 就是所以现在呢这个其实影响不大 但是呢就是有些情况下呃你的呃 如果要是说你给自己发工资啊 或者也同时给自己发养老金 那你肯定是呃有点像逼着自己啊 你不会忘记的就是一定要付养老金 呃那这养老金呢就是现在的政策就是 你如果给给自己业主啊也是懂事的时候 他给自己付养老金 那完全是可以在公司里全额抵扣的啊 这个是当然如果要是你必须要低于那个一年两万五 那今年的额度是一年两万五啊 最多只能呃就是如果你想抵税的话又不上税 呃不额外上税那就是两万五 那这两万五加在养老金里面呢 在养老金里面是按照15%的额度来上税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避税的方式啊 虽然说这个钱是锁在养老金里 你不能再用了 但是呢如果像有些人想把养老金的金额想提高 或者接近退休年龄那你可以考虑这样操作啊 那第二十一点就是企业结构有没有其他的限制呢 那有一些行业它的是有具体要求的啊 就比如说呃律师行业啊 我知道的就他一定要满足非常严格的要求 律师才可以建立有限责任公司啊 这是在新南威尔市啊 那一般情况下呢一定要是个人或者是合伙 所以呢你在看到这个律师啊 或者或者这种结构就是比较经常的 或者呃他就是合伙合伙人的形式啊 有些时候呃会计师会计师现在比较灵活了啊 好很多年以前他也是有限制的 所以就是有些行业对企业结构是有限制的 嗯所以你在建立之前先了解一下你所在的行业 有没有限制如果你选择这个企业结构没有限制的话 然后你再选择注册啊 嗯那第二十二点就是那您是否对税收结构呢 或者税务规定有比较好的了解和大致的理解啊 那这个如果您是呃呃就是理解比较透彻的话呢 或者同时又有比较好的会计师或者税务师来帮助您 那您就可以选择比较复杂的一些一些结构啊 如果对你对你有帮助的话 从资产保护或者呃就是合理避税的形式啊 那就可以那如果呢您对这方面完全没有概念 然后呢用没有很好的税务师来帮助您理解 那我的建议就是还是尽力尽可能的避免比较复杂的结构 因为可能会造成以后的其他的问题啊 这个是二十二点 那二十三点呢就是说呃您最好一开始呢 先列一个列一个表 就是说我建立这个企业的首要目标 主要都有那些啊首要目标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那有的时候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家庭里面有一些弱势弱势成员啊 有些人呃可能孩子呃许久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 那呃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父母他的首要目标之一 哎可能就是说我我我的这个这个财产呢 或者我这个企业啊怎么样能够转给这这几个孩子 然后呢同时呢又能保证这个弱势群体 又是保有保护的啊 他有有有有这个就是规律型的收入啊 每周或者每月都有收入来维持他基本的这个生活需求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既然有这个目标了 那当然说了肯定就是家庭信托啊 应该是最好的啊如果是这一点的话 那所以你要把你的首要目标列起来 把最重要的目标列在最前面 然后呢不太重要的目标列在后面 那这样的话呢你去找一个税务师的时候呢 那他在看的时候就知道 哎你想优先满足这些条件 那怎么就是哪一种企业结构 可能能更好的帮助你满足这些目标 好那好那现在呢基本上就我们的就是呃 讲座就接近尾声了啊 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话题都已经都讲过了 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大家也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就结束这一次网上讲座了 那呃结束之后呢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呃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那我们的联系方式呢在呃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也给大家列到了啊 你就都列到那个那个这个幻动片上面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ok那好那先这样呃 呃谢谢大家参加我们的讲座 咱们下一次讲座再见 粉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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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